各位在場的媒體記者,大家早 我現在簡單來敘述一下 華航的修復工廠企業工會的成立 到現在目前為止 被裁決我們的排斥無效的一個歷程 我們在103年的9月3號 我們來申請華航的修復工廠企業工會 這個是在工會法裡面 明定的一個複數工會的理念 那我們在104年的9月25號 由桃園市政府的勞動局發給我們的一個證書 然後我本人也有所謂的理事長的當選證書 然後在104年的10月27號 也就是在我們發牌的一個月之後 華航工會 他就像華航的企業工會 就今天下午2點要在那邊開會的那個工會 然後他就跟勞動部提了所謂的宿願 他搭配了資方 用資方提供給他們的 我們在人事跟會計上面資料的不齊 然後就跟勞動部提宿願 然後來打壓我們這個工會 那很臭巧的 在105年的1月份的時候 華航的整個中華航空公司 他也參與了宿願 這個是兩個工會之間的事情 我沒想到資方他是用什麼樣的理由 來參加了這個宿願案 後來在5月11號 我們收到了勞動部 這個宿願委員會給我們的裁決書 然後裡面的內容 通知我們的牌照被撤銷 然後請原處分單位 也就是桃園市的勞動局 在兩個月內找適當的法律 另行處分 所以在這個期間之內 我們的牌都還是在所謂的爭議期間 都在受工會法的保護 那很在5月12號的時候 5月12號的時候 我們在今年3月8號 由我們修復工會 提出來的第一次的裁決 也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裁決的007號 然後他應該是要在54天之內 就要開第一次的裁決定 這是在法律上的規定 結果勞動部就一直拖延 各位媒體記者要曉得一件事情 在同時間10月27號 勞動部的裁決 的數月委員會 這個時候也正在進行 他在進行的過程中間 他一直拖到了第65天 也就是在5月12號的時候 通知我們開第一次的裁決題 然後我們的牌是在5月11號 前一天就被撤銷掉 這個巧合令我們非常非常的憤怒 所以當天我們在開裁決庭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來講 我們都要用非常粗暴的視野來對付 對付勞動部的 所以在我們 在資方跟勞動部這兩方面 他們認為我們的牌已經無效 所以資方在今年的6月1號 因為531的大遊行 華航集團的大遊行 然後我的兩個幹部 因為發了聲明稿 然後參加了 接受了媒體的記者 被公司認為說 他們是用個人的名義參加 然後用公司內部的法條 要建議總公司給予他們 開除的處分 那所幸在工人的幫忙之下 所有工人幫忙之下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申請的調解 這個案子現在目前還在調解當中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撤銷它的時間是 105年的5月11號對不對 那這個撤銷是致死無效 所謂的致死無效 就是105年發出去的命令之後 它的無效是從它設立的那天開始就無效 它不是之後無效 是致死無效 從它設立的那天 它的設立時間是104年的9 我等手看一下 是104年的9月25號 那也就是說 那個我們那個術院的決定 命令撤銷的效率 是從104年開始就無效 所以說它現在 不管我們這個案件 有沒有在裁決審理當中 它現在通通都是沒有這個法律身份 沒有公司上面的身份 這點是我們裁決 這個開過裁決會議以後 就是5月份我們調查之後 開過裁決會議以後 才做出的決定 就是說這樣子對他們最有利 因為在開第一次調查會議的時候 他們也聽到 他們也出席了 對方的 就是資方的代表 他很堅持說 按照法律的規定 致死無效 他是沒有身份的 所以說要求我們裁決委會 做出不受理決定 但是裁決委會認為 是寬重大的 所以說應該要讓這個 修復廠工會有一個 有一個救急的機會 就是按照書院決定書上面 最後一行 上面有寫到 兩月內 他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那提起行政訴訟 那行政法院的決定 他可以決定 要不要撤掉 我們原來的這個書院決定 如果撤掉 那就對他有利 那他所有的身份都保障下來 那我們審理他 在105年3月分手提的案件 才有意義 不然的話 他沒有身份 審查結果很清楚就是 不受理 因為他沒有法定資格 所以按照我們的 不當勞論行為裁決辦法 第九條 第一項第三條 問題是為什麼會拖到65天 中間我們要 應該是54天內受理 第一個有七天分案的程序 七天分案程序 分案完以後 我們會要求他們打遍 那這個案件呢 理論上面 我們在審理的時候 並不是他們 如他們所講的說 我們是刻意等這個書院決定出來 絕對不是 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要做一些資料的整理 但這個整理賴賴賴賴賴賴是要一些時間 所以當我們把資料都收集完了以後 才開始進行我們 我們第一次的調查會議 但是不管這個調查會議 是在60天以後開 還是在當天就開 因為那個書院決定的關係 它都會讓當省的公會資格 因為他們是執行一下 所以說不管有沒有在審理 對他來講 那個書院決定的撤銷 對他來講是一個 法律上身份很重要的 確立的一個內容 可是依照處理法 不是就是要在54天之內嗎 蛤 依照那個處理法 不是就是要在54天之內嗎 54天 對 是有一點點拖延 所以勞動部的確就是 在這個法律上面是 但是這個東西 不會影響到他所說的 那個審理的案件 因為為什麼 他的所有的審理 如果我現在在審理當中 他的資格被撤銷 也就 可是這個資格撤銷是在54天之後啊 撤銷是致死無效 他的無效是5月11號測的 但是他的無效是從104年的9月25號開始 是致死無效 不是網控無效 這一點是大家無規的 可是問題是說 他沒有在54天之內 就是做出這一個調查庭會議 不是就是已經 勞動部這邊有一個 對阿 程序下次 跟他的案件沒有關係 跟他的資格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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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主要是資格 對 他主要是資格 他的資格被撤銷下去 對他最大的影響 如果資格沒有撤銷 這個案件一定可以撤銷 沒有問題 效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是從104年的9月25號 桃園縣政府發給他證照 那一天以後都不效了 不是從我事務院決定跟他講 5月11號才以後無效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審理 那科長 不好意思 就是說 重點是說這個54天 他們就質疑說 那為什麼這個側牌的動作 是在54天之後 那這樣你們其實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調查庭的時間也 我認為就是 他們可能有一些無期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 這個前後時間太近 是刻意不審理 其實絕對不是 那是他的會員資格 如果今天他是往後不效 廢止 那往後不效 那當然我們就繼續審理 因為那是過去的事 對不對 他申請的都是過去開會員大會 理監事的 沒有問題 但是他現在撤銷是致死無效 致死無效就是 從頭到尾都沒發生過的意思 就是說他這個牌照根本沒有發 根本沒有發過的意思 根本沒有發過的意思 訴訟 他直接可以訴訟 他直接可以訴訟 所以他行政訴訟之後 如果說他的身份會不會 對 對對對 因為這個恢復就從 又從104年9月25號 發牌那一天開始 又有效 但如果他失敗的話 勞動員可能就是 我就要做出決定 同嗎 我就要審查做出決定 我現在是不審查 保留他 保留他 不然的話 對 如果我現在把他做出審查說 他因為沒有資格 我把他 這個 不受禮的話 那等到他有身份以後 還要再提一次 而且前面的東西 就化回烏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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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